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人品我就暂且不提 经过我一天的观察 你的业务水平一般 工作态度也不积极 从现在开始 我宣布你从正式员工 重新降为实习员工 经过三个月的评估 如果评估不合格 你将会被辞退 你去忙吧 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了 安强 安强 你没事吧 沈老师 既然 你也已经结婚了 我想 我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更清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和他没有什么感情 这就是一场商业连营而已 婚前就约定好了 婚后两年就离婚 可是 可是他精神出了问题 他经常犯病 我也控制不了他 所以才会 您不用跟我解释 您 和您妻子之间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希望 我们以后 都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安强 沈老师 你别让我为难 哎 汤总 行行行 好嘞 可是那这监控的事 那当然这当然是最好了 行行 好没问题 那我一定找吧 嗯 就这一小货店长 还敢在我面前刷痕 我让你看看 我夏佳琪的厉害 我说过 老师不会放弃 安强 沈老师 这次回国之前 我就已经做了决定 没有什么可以 承知我和你在一起 沈老师